大家好,今天會講解有關領袖身份需要用到的功能 首先我們講一下搜尋會員名單的功能 在登入系統後,左方項目欄點擊領袖 然後選擇會員列表 畫面會跳至會員名單列表 然後可以在隊伍選擇想查看的隊伍 下面會顯示隊伍的會員名單 然後再點擊會員欄目 以免會跳至會員個人檔案 回到會員名單 如果領袖想為隊員安排興趣章評核 領袖可以在會員名單剔除需要要求評核的隊員 然後點擊要求評核 畫面會出現興趣章評核紀錄表 關於這張表格的運用 我們會在之後的影片再詳細講解 另外,如果領袖有消息需要透過電郵廣播給隊員知道 可以用傳送電郵這個功能 首先剔除電郵發送對象 然後點擊傳送電郵 再輸入電郵主題和內容 最後按傳送完成 不過要留意這個功能只可以單方面傳送電郵 收件人是回覆不到的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如何管理隊伍的資料 領袖可以在系統查看他帶領的隊伍資訊 首先在左方項目欄選擇領袖 然後選擇隊伍名單 slash隊伍列表 點擊之後將會出現搜尋列表 領袖可以在上方輸入搜尋條件搜尋隊伍 也可以在頁面下方看到所有正在帶領的隊伍 如果領袖只是帶領一隊的隊伍 頁面就會自動進入隊伍檔案 而我們在這裡點擊想查看的隊伍之後 就會見到隊伍的基本資料 領袖留意這頁的隊伍和贊助機構的資料 是不可以更改的 而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講一下 隊伍檔案的教育功能 按去這個集會頁面 就可以用記錄集會這個功能 領袖可以點擊新增 然後輸入有關資料 和剔除出席的隊員 然後按儲存 看到儲存成功 就完成記錄 另外還有記錄活動 和隊伍管理的頁面 而在財務管理這一頁 可以記錄隊伍的收入和支出 這些頁面都會顯示增加的按鈕 可以讓領袖去新增記錄 而隊員這一頁 就可以讓領袖查看隊伍成員的資料 頁面會出現隊伍內 成人會員的資料 包括負責領袖 副領袖和隊伍助理 把頁面向下拉 就會見到制服會員的資料 包括隊伍內 女同軍隊員資料 請領袖要留意 如果狀態為使用中的成員 代表為隊伍的現任成員 而狀態為代用或舊 代表為已離開隊伍的成員 如果領袖點擊會員的欄目 畫面就會顯示 各位成員的基本資料 如果想查看更詳細的個人資料 可以點擊右邊的藍色人仔 前往會員的檔案 獎項slash成就這頁 就記錄了隊伍在總會得到的各個獎項 而隊伍表這頁 就可以讓領袖齊翻 所屬隊伍達成優秀隊伍選舉的進度 只要領袖平時都可以在系統 記錄各項資料 例如舉辦了的隊伍活動和集會次數 這頁就會自動計算 隊伍在優秀隊伍選舉所獲得的各項分數 不過這頁只是方便領袖查閱隊伍的進度 如果要參加選舉 都是要另外再大交表格的 今次的教學短片暫時來到這裡 很快就會有新的教學短片上載 敬請大家留意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